眾人一起殘土在歡快的氣氛中種植桂花樹 為了讓社區有多元的景觀營造 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提供200株桂花 給東浦村做綠美化使用 尤其東浦溫泉是新一鄉內重要的觀光區之一 而近期的風災也重創東浦地區的景色 族人也期盼未來藉由桂花樹的種植 提升部落觀光發展 有這次贈送樹苗的機緣 其實是在今年九月全國獵人大會期間 大家討論東浦目前除了櫻花樹之外 還希望有花期比較持久的樹種 讓部落更有環境特色 而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近年來積極在新一鄉 做植樹或是關於生態保育的活動 因此與公所討論後 透過象徵和木貴氣的桂花樹 作為美化環境也紀念友誼長存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部落和諧的方案 因為部落提出需求 那我們來提供一些給他們栽子的苗木 希望部落能夠用心的把它栽培 讓它在這邊好好的長大 好好的開花 桂花樹它具有很療癒的一個香氣 那希望在未來我們也會請部落的村民 自己來去種植 那希望由他們自己來管理 讓這個整個村都能夠瀰漫這個桂花的一個香氣 對於未來能夠透過花香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部落也樂觀其成 也藉由溫馨的捐贈儀式 除了能夠持續與公家機關共好合作 也讓部落的景觀營造更有多元特色 原來希望昏迪南投信義成不倒 好